大家好,我是莫端 欢迎来到科技闷心云 这期讲两个免费的BPS 一个Hidden Cloud 它就像山海经理面青秋的狐狸洞一样 长得非常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CadaBump 它就像山海经理的B系 负重前行,永不停歇 我们逐个看一下 首先看的就是这个Hidden Cloud 这里点一下可以选语言 但是好像没有支持中文 但是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让它翻译一下 首先需要一个账户 点我的账户 我是已经注册好账户了 还没有注册好账户的 可以通过Gmail 或者通过Discord注册一个账户 我的建议是通过Discord注册一个账户 因为只有通过Discord的账号 加入Discord群组 才能够申请免费的服务器 换言之之后 你再去验证 和你一开始就直接用Discord账号 我觉得直接一开始就用Discord账号 比较容易一些 当然了 Gmail和Discord 这两个选项都是可以的 我是因为账号已经申请好了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登录 顺便说一下 在申请账号验证通过的时候 会让你填一些基本的信息 如果有需要基本身份信息的 可以到这个网址来 这里就可以提供基本的身份信息参考了 复制粘贴就好 基本上它也不检查 申请好账号之后 通过验证就可以直接登录 我这里就直接登录 因为我是已经申请好了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录了 登录之后在这里看一下 依旧没有中文 点用户的按钮 选择account settings 在这里可以改用户名 向下拉可以改密码 有特别的安全需求的小伙伴 可以改一下 点一下heathen cloud的图标 跳转到首页 点这个free 也就是免费的服务器 向下拉 这里就可以看到免费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了 它支持nodress和python以及csharp 两核3G的内存 15G的硬盘 这个配置基本还可以 但是一定要注意 它是每七天就需要renew一次的 这东西稍微有点麻烦 就是每七天要renew它一次 在你确定已经登录的情况下 在free底下 拉到这里 点创建服务器 一定要登录 不登录 没有办法创建服务器 进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更多的详细信息 其他都差不多 端口只有两个 再往下拉 下面这些都没什么好改的 使用默认就可以了 第一点这里有一个红心 说明是一定要选的 打开 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选项可以选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所有的资源都已经满了 也就是说只能等下一次 它再释放出资源的时候才能用 这下面也解释了 没有资源就是没了 只能等下一次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服务器 绝对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器 所有价格都是零 创建也很简单 一定要有地点 这个打勾 记得加入它的discord群组 然后点complete checkout 就创建好了 如果运气好有资源 在你点一下完成按钮之后的 十分钟左右 你的服务器就会显示在dashboard下面 差不多是这个位置 今天运气不太好 只能等等看 不过这个确实是一个免费的VPS 当然了不用紧张 我们还有第二个选项 CataBump 首先要到它的官网注册一个账号 点创建账号 给一下名 信 邮箱 密码 同意条款 然后点创建账号 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需要从你的邮箱里面复制粘贴你的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不能粘贴 它必须手动输入 点验证 这样就注册好账号了 登录好之后点order 现在就是要创建服务器了 给一个名字 这名字可以自定义 下面两个就用默认 记住它这里写了 每四天要renew一次 也就是从你创建服务器的那一天开始算 第三天就可以renew你的服务器了 renew以后就又可以继续免费使用了 打勾同一条款 点击创建服务器 创建服务器的要求已经被提交 几分钟以后就可以看到创建好的服务器了 点一下查看服务器 现在还没有大概要等一会 他这里也说了服务器还在被创建 需要几分钟 我们稍等一会 大概是等了两分钟不到刷新一下 就会看见你新创建的服务器了 点一下查看这个按钮 这里就可以看到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了 计划是免费的 每一个免费周期是四天 也就是你注册的当天为第一天之后 第三天的时候就要去renew一下 renew完就能够继续免费使用了 续期的按钮 也就是renew的按钮在这里 点一下就可以 今天点应该没有任何用处 再点一下 对 他这里提示就出来了 我刚刚创建的不能立即renew 立即renew他就谈这个错误 告诉你说三天以后 也就是1月16号再去renew 当然他的资源给的是比较少了 将将能用 自己用还行 用来share是不行的 这个按钮可以改密码 点改变类型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nodress 或者是python 这都差不多 点access server 这里就可以看到 登录服务器的具体信息了 用户名是这个 密码是这个 把用户名和密码保存到本地 方便等火复制链贴 然后点go to server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登录你的服务器了 保存好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之后 就可以点这个按钮开始登录了 这里有一个推荐 我看一下推荐了什么 可以把推荐链接推出去 如果有朋友使用了这个链接 用户本身会得到5个credit 这个我满饭一下了 回dashboard 点查看 点access server 点go to server 复制链接你的用户名和密码 点login 就可以最终login到你的服务器里去了 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服务器的名字 目前状态是离线的 点一下管理服务器 进来以后翻译一下 这里有它目前的基本状态 可以看到它确实是免费的 点一下网络 打开它的端口 复制链贴 保存好你的端口到本地 点一下startup 可以看到 nojs的版本是24 可以看到它的启动命令 可以看到它启动文件名 就是index.js 然后我们会用到这位大神的GitHub 在这个仓库里面 你会需要下载index.js package.json start.shell 这三个文件 如何下载呢 点进去 在这里直接点击下载 然后回头 选package.json 也就是第二个文件 进来以后继续点相同的按钮下载 再一次回到主页 选第三个文件 点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点仓库名回到主页 下载好这三个文件以后 把它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底下 这样你等会好编辑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 git pool把它拉去下来 下载好以后 我们逐个打开看一下 在index.js里面 它的作用就是 用bash命令启动startup shell 也就是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以后 基本可以看到 这所有的设置和运行 基本都在这里了 它这里有每天凌晨 北京时间 这个时候 会自动重启一下 挺好的 这个大概是轻缓存用的 它本身就自带了自动重启的功能 移动到顶部 这里会需要端口号 看一下readme 这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要使用的端口号 那我们就用服务器提供的 刚刚复制粘贴保存到本地的端口号 添加端口号以后保存一下 其他仓库有使用说明 我已经添加了端口号了 把这些上传到服务器 就可以准备开机 我们就按这个步骤走 回到服务器点文件 点上传文件 选择刚才下载的这三个文件 希望你已经修改 并保存好你的端口号 点打开 这样就全部上传好了 点一下这个文件 进去查看一下 确认端口号是存在的 那基本的文件上传就做完了 这类免费的服务器 时不时都会实际一下 那为了保活 我们需要设置一下 每多长时间保活一次 点击赛程表 点击自定日程表 首先要给一个日程表的名字 这个日程表的名字 是可以自定义的 这一行是说多长时间保活一次 它默认设置是每五分钟 我们也可以改成每十分钟保活一次 然后点击自定日程表 然后点击管理日程表 点击添加新任务 在创建新任务底下 选择发送功率动作 这个实际上是电源 也就是开关电源 也就是开关机 我们并不需要时间偏移 之前设的是十分钟触发一次 把这个打开 允许当任务失败的时候继续执行 点创建任务 这样就会每十分钟重新刷机一下 根据Gear仓库的讲法 现在就是要开机了 点这个绿色的按钮 把服务器打开 点击仪表盘 可以看到状态是在线 选择控制台 可以看到每天凌晨会重启一次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链接了 复制一下 到这里来添加一个分组 给个名字 这个名字可以自定义 表了名字以后点同意 选择新的分组 复制好这两个链接 粘贴进来 选选 右击 测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个都是有速度的 也就是说 这两个都是可用的 等十分钟左右 你可以看到它重启 我是设了十分钟 为了测试的目的 你可以设一分钟 自动饱活的步骤 是在Schedules里面设置的 回到控制台 这个基本就讲好了 这期讲了两个 一个是Hidden Cloud 配置是给的不错 但是资源比较紧 但它确实是一个免费的VPS 当然了 它的主要优势是它的安全性 就像青秋山的狐狸洞一样 当然了 资源紧了点 有空下次再试吧 顺便说一下 一定要用Discord账号灯 不然是不能创建免费服务器的 另外一个是Cata Bump 配置的话是紧了点 但是它肯定是能用的 它就像B-C一样 任重到远 自动饱活 当然它是需要续期的 续期在这个地方 点一下General 在这里点Renew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请点赞订阅 支持我的创作 谢谢